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恭喜花财 大家好 我是黄春莉老师 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 2020年生肖属马的运程 我们都知道 生肖属马是换冲泰税 也就是税破 它有税破大号跟夜空入工 因为税破入工的话 比较容易出事情 因为容易有雪光意外 所以危险的地方不要去 要注意景严慎行 以免小人来伤害 或者造成官非官司 所以一般来讲 这个税破也就是说换冲泰税的话 我们通常到庙里面要去安泰税 这样才能平安健康 另外呢 因为它有大号跟夜空入工 所以说要环事方面 一定要忍耐 一定要注意一下景严慎行 另外以免就是说 会有这个小人来陷害 或者是有这个 不小心投资损财的事情 所以尽量违法事 一定要小心 一定不要做 另外呢 就是说 这个投机的事情 赌的事情 都不要做 以免破财 同时 夫妻感情方面 也会有一些 有一些问题存在 跟孩子的亲子关系 可能也会出问题 所以说 换睡破的朋友 属马的朋友 一定要注意家庭的一个 美满幸福 夫妻多包容 多体谅 跟孩子方面 要加强亲子关系 来破解 就要特别注意一下 当然 我刚刚讲过了 这个危险的这个月份 就是像五月 要特别注意 因为它是最凶的 那当然半凶的是二月啦 八月啦 十一、十二月 这一点 要特别小心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 在这个税破 在充菜税的时候 因为它会破大财 那这个大号的话 会解你的财 而且因为税破 也会换血光意外 所以危险的对方标记 驾车尽量慢 同时 我们要强调的 就是农历的五月份 还有这个二月 八月 十一月 十二月 这整个五个月 都是凶的月份 我们今天一定要小心 那可以去安泰税 可以用洗来破灾 一洗破九灾 当然 它好的方向 是向哪个方向呢 一定要向西 向北 向东 是非常好的 但是既向南发展 假如说你要想更了解 这个 这个 我的风水命理规划师 的面子书直播 因为我们有这个风水命理 跟面相的分享 在每周二 周四 晚上的八点到九点半 我们有免会 批算姓名 才观印 也有八字 这个指挥的论命 问世 你要问婚姻 问感情 问事业 我们都有免会来咨询 最重要 我们有这个风水方面的知识 跟面相的知识 要跟大家分享 所以请你锁定 我们每周二 周四 晚上的八点到九点半 黄春林风水命理规划师的面子书直播 所以 今天 2020年生肖属马的运程 我们就分享到这边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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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